本期话题菜籽油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菜籽油的功效和作用 菜籽油是常用的食用油 在懒方可能更多一些 因为懒方种菜籽比较多 菜籽油主要功效的以下方面 第一个它具有消炎清干利胆的作用 它就有促进肝 保肝利胆 促进肝利胆子分泌 健胃消失 促进胃肠的分泌 促进胃肠的蠕动 有力改善便秘 本身的油脂 这是第一个清干利胆 保肝利作用 第二个我们讲它具有活血的作用 具有活血化瘀 实际上它有降脂 通过排便 它本身的这种油脂它是含的不包和脂肪酸比较多 有力于我们血脂的平衡 所以达到调制作用 所以这样子来改善心脑血管疾病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 还有它能够降脂减肥 对肥胖体质可以经常使用这种植物油 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除此以外它还具有消炎 抚肤解毒这些作用 比如说皮肤有疮痒 你可以磨点菜油 它也能够达到消炎的作用 还有它本身也能够达到润肤养炎的作用 除此以外我们讲菜脂肪还具有对 除了对心血管以外 它对脑血管系统 比如对神经系统也是有非常帮助 因为它含有比如维生素A或者这类对营养神经的 对眼睛也是非常好的 比如对明目这些都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 所以整体而言菜脂肪它的保健价值还是比较多的